小伙伴们,咱们今天来一个粗粮细做 用玉米面来做粗粮贴饼子 做法简单,松软可口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爱吃 跟我一起制作给家人吃吧 准备玉米粉和普通的面粉 再来一颗青菜 选择一颗上海青 干净无油的盆中放入200克玉米面 然后再放一勺盐 用开水来烫玉米面 玉米面它的吸水性没有那么强 所以加开水的时候要慢慢的加 烫过的玉米面它的口感更加的软嫩 口感更加的细腻 烫成这样和面成絮状就可以了 放凉一下 开水放少许盐 然后放入洗干净的青菜 给它焯水十多秒 再捞出来放进冷水中降温 再沥干水分备用 我们用温水兑5克酵母粉 现在来开始发面 倒入盆中之后给它拌匀 然后再加50克普通面粉 现在我们来开始和面 把玉米面和面粉全都给它拌均匀 大概和20分钟左右 像这样子和成这样的面团 它是比较湿的面团就可以了 再盖上保鲜膜让它醒发半个小时 刚才的青菜我们给它挤一下水分 像这样子它还有一部分水分在里面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丁 切得越细越好 青菜可以根据小伙伴们自己的口味 选择青菜的品种 我们的面也已经醒好了 可以看到 醒好的面是可以有拉丝的状态 有很多气孔 这样的状态就已经醒好了 然后再加入青菜丁 一起给它拌匀 这个时候一定要用大的力气给它拌好 里面的空气也基本上给它排出来了 像这样子可以了 不粘锅擦干 水分预热 然后双手沾水 像这样子 就一个面团机子在手上 来回的给它这样晃动 就可以做一个饼子 像这样 直接把做好的饼子像这样扔进锅中 转中火 然后再加入少量水进去 因为我们这个是不放油的 再加一点水进去 可以腌住饼子的底部 然后再盖上锅盖 转小火焖5分钟 5分钟过后 我们锅里面的水已经全都焖干了 打开锅盖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 锅里面就没有水了 我们的贴饼子就已经做好了 用铲子给它挪动 像这样子就可以出锅了 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分享的贴饼子就已经完成了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没有放一滴油啊 看看它贴着锅的那一面 也是很漂亮的 因为我们用水代替了油 这样做出来的贴饼子松软可口 就算放凉了也不会变硬哦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